作词 李宗盛 来日方长 这是一个 忠诚的夕阳 昂首相见 期待远方 为了全力 为幸福奋斗 哪怕再大的风 太高的浪 总不会迷茫 总不徬徨 世界的明天 充满阳光 我迎着风 坚定训练 感受光芒 我看到 如此诚实 如此美好的未来 我拎着风 坚定训练 拼尽力量 我知道 美好愿望 不会辜负 出了时光 我拎着风 坚定训练 感受光芒 我看到 如此诚实 如此美好的未来 我拎着风 我拎着风 坚定训练 拼尽力量 我去到 美好愿望 不会辜负 出了时光 彦尼 好消息 好消息 《资本论》的德文版 第一次印的一千册 已经全部卖完了 出版社准备掐印了 《资本论》的俄文版 竟然通过了书报检察官的审查 他们认为这本书 只是本经济学著作 俄文版印了三千册 不到两个月就卖完了 你在笑什么呢 亲爱的 我回来了 脸色怎么还这么苍白 好些没 能有什么事 不过有点头鹰胸闷 那你还费精神看什么书呢 别看了 这个杂志 在夸你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说你的资本论 代表着一种对经济学说的剖析 其革命性和广泛的重要性 足以与哥白尼天文学体系 或者说万有引力定律 和力学相媲美 还说你 精神广博 风趣渐谈 都跟他们说了 不要发表这些颂扬的文章 看着开心 这么多年的辛苦 都值了 夸 让他们使劲夸 你不知道 大西洋杂志 还准备给我出传记来着 等你病好了 我带你看看还有其他人 是怎么夸我的 妈妈 你应该吃药了 阿琳娜你看 这篇文章 简直把我夸上天了 父亲 你以前看到别人夸你 可不会这么开心啊 今天这是怎么了 因为你妈妈看了 精神很好啊 杜林最近太活跃了 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写了国民经济学 和社会主义批判史 哲学教程等书 公开挑战我们 还自我标榜 是什么杜林主义 把德国党的思想 搞得越来越混乱了 他的书我看了 新瓶装旧酒 换汤不换药 不过就是 哲中主义哲学 庸俗经济学 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 那一套大杂会 前几年 拉萨尔派就开始玩这一套 还搞了个 格达纲领 我们当年不就写了 格达纲领批判 只不过 为了维护党内团结 就没有公开发表 是时候公开批判他们了 可是我现在 整理资本论第二卷 和第三卷 特别是要花很多时间 来研究俄国土地关系 我还得看数学 农业化学 物理学这些方面的 专门著作 实在没时间理会杜林 你追求完美的毛病 还没有改掉 怪不得资本论后面的部分 迟迟出版不了 要不 我先不写自然辩证法了 写本大补偷 系统阐述我们的哲学 特别是唯物史观 还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对杜林进行系统批判 也好 燕妮最近身体越来越差了 我还得抽出时间多陪陪她 那只好拜托你了 秋天到了 树叶会枯黄会掉落 但只要熬过了冬天 还是会茂盛起来的 秋去东来 冬去春来 转眼即逝的人生 却正是一次激情的战斗 卫廉 我想借些 关于俄国的土地问题 和东方农村公社问题的资料 最好是俄文的 你看一下书单上这些书有没有 还有人类学和历史学相关的书 最近我正在做摩尔根 古代社会的摘要 想考察一下 古代社会的物质文明 找到家庭 私有制 向阶级 国家发展的现实依据 这么多 您的身体受得了吗 对了 还要一本俄语字典 马克思先生 该回家休息了 书是读不完的 学习是无上的命令 任何时候 我也不会满足 越是多读书 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 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 科学是奥妙无穷的 卫廉你看 为了学习俄语 我专门整理了一个语法表 好好好 不回去 继续学习 说实话 跟您在一起 哪怕您只是看我一眼 我都觉得 您是在命令我学习 叶妮 别看了 医生说你不能太过劳累 卡尔 你在说什么呀 我没有生病呀 你去上大学之后 哥哥就不让我给你写信了 现在终于等到你了 叶妮 你 要是父亲还在 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卡尔 你会和我一起坚持的 对吗 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亲爱的叶妮小姐 如果不能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 你会答应和我在一起吗 当然会 如果在一起 要让你舍弃贵族的身份 跟着我颠沛流离 四处漂泊 连家乡都不能回 跟着我捉襟见兆 接债生活 连你最喜欢的银制餐具 也要拿去荡调 跟着我家徒四壁 你家人的住所 连你家最小的房间都不如 跟着我全衣烧药 疾病缠身 连我们亲爱的孩子 都求不活 卡尔 我们不会这样的 对吗 万一呢 那好吧 只要你爱着我 只要我们的灵魂能够共鸣 连你 卡尔 如果真的那样 你也不要自责好吗 也妮 你想看看 这一生我最爱的人吗 叶妮 我已经找到真正心爱的人了 你 你爱她吗 爱她 她是我遇见过的姑娘中 最好的一个 我将永远从心底里爱她 你想看看 她长什么样子吗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爱的人 真美呀 是啊 真美 你永远是最美丽的特里尔舞会皇后 卡尔 我坚持不住了 即使大地盘旋回响 你比太阳和天空更明亮 任凭世人把我无限责难 只要有你的爱 我一切 我一切 敢当 远妮 你给了我世俗生活的幸福 可我在年轻时许下的诺言 或许也只能是诺言了 远妮 我爱你 我们之间是灵魂的共鸣 贵族家的孝季 这一生 辛苦你了 我们下着 回来 我们下着 你的快乐 你们 之前 我们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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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 虽然燕妮走了 你也不能总是在家待着 朕担心 你就这么消沉下去 你的身体也不好 应该找个地方疗养一下 燕妮去世的消息 让全世界都很心痛 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 纷纷传来调研 您要振作起来 感谢你们的安慰 我知道这都是好意 但这丝毫无法缓解 燕妮去世给我带来的悲伤 恩格斯 听你的 我想我应该出去 散散心 如果有一位女性 把使别人幸福 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 那么这位女性就是燕妮 燕妮走了 卡尔也走了 燕妮去世后 马克思非常伤心 身体每况愈下 一年多后 1883年一月 小燕妮也因病去世 马克思伤痛欲绝 人能忘去世 伤痛欲绕 两 2018年一月 男人 伤痛欲绕 岳琪 就动欲绕 你不等我 小燕妮 你也不等着我 你们一个个的都先走了 三月十四日下午两点三刻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 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 总共不过两分钟 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 便发现他在安乐仪上 安静地睡着了 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死敌 他的英明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 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 马克思一生饱长颠沛流离的艰辛 贫病交加的煎熬 他是不幸的 但他又是幸运的 他出心不改 只智不渝 收获了来自燕尼 世间最美好的爱情 收获了来自恩格斯 世间最纯粹的友情 收获了来自全世界 无产阶级 最真挚的尊敬和爱戴 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 而不懈奋斗 成就了伟大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儿 你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在莱茵报匆匆见面 以为再也不会重逢 还好 我追上了你的脚步 从巴黎雷尔斯咖啡馆开始 为了共产主义信仰 我们一起思考 一起工作 一起战斗 在你离开的这十一年间 我终于把资本论第二三卷整理好了 别人觉得我很累 但我是幸福的 因为在做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 终于又和我的老朋友 在一起了 马克思去世之后 马克思和他的思想改变了整个世界 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 成为马克思留下最有价值 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 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 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 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1917年 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 发动十月革命 成功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马克思列宁图里 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度 1921年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近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环节带领人民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程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腾风破浪胜利前行 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 不断在中国大地上 生动展现出来 不为民营团结起来革命 这和马克思 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 这和马克思 为了累的解放生物真心 这和马克思 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 你不懂我仍爱的一切 或许我们要求此告别 我期待秋风的那一天